I am sailing 由日常公园和关雅迪联合出品的 国内唯一一档环球大航海同步连载系列播客节目 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 已经在本周三 3月30号正式上线 2019年 关雅迪作为青岛号的环球媒体船员 参加了克里国环球翻船赛 由于疫情爆发 在2020年3月抵达菲律宾战之后 这场比赛就无奈暂停了 时隔整整两年赛事再度重启 他也再度出发 从菲律宾一路前往美国西雅图 巴拿马 百慕大 美国纽约 爱尔兰德里 伦敦德里 最终抵达终点 英国伦敦 每个远离陆地在海上航行的赛段 关雅迪和他所在的青岛号会有怎样的经历 每次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港口 城市停靠休整时 他就会有哪些有趣的观察和发现 想了解他在环球大航海这一路的所见所闻 精彩内容近在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 这档节目已经在 批音首字母为XYZ的播客平台首发上线 每日更新 直到他下次上岸 让我们和关雅迪一起扬帆远航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日常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跟大家聊聊奥斯卡 坐在我身边的是三天和迪奥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志明 改李志明了 就是在北京时间的本周一 本周一的上午奥斯卡第94届 然后颁奖典礼结束了 然后我看完之后 怎么说就挺有感触的 然后我就想说趁热打铁来聊聊这个事 然后就聊肯定咱哥仨来聊了这个事 你们两个都是业内人士 对 所以说话都非常谨慎 这会真业内 今天大家都听不到什么真东西 非常的水 反正我们尽全力 我能勾出多少东西 勾出多少东西 然后反正我看了以后有很多感触 有的是关于作品本身 有的是关于行业的 有的关于这个时代的 反正就瞎聊 所以今天我们仨就坐在一块来聊聊这个事 然后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简单的给大家来说说得奖的情况 至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概念 今年的最佳影片 见听女孩 Koda 最佳导演 简侃明 全之力 然后最佳女主角是查斯坦 哈密菲的眼睛 最佳男主 这不用我说了 威尔士密斯 国王理查德 然后沙丘得了好多技术 技术类的奖 得了好多好多奖 然后最佳动画场边给到了魔法满屋 最佳歌曲 给了007 007 No Time to Die 其他的奖项大家就自己去看 好吧 然后简单把得奖情况说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话题 是吧 来聊聊咱们大嘴巴事件 这个话题好 对 像网上很多 咱很多人我看发图 包括写什么大逼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大逼 这个大逼的 受多大伤害 对吧 更有耗职者把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当全王理查德来敲门 三不提名 三不提名 就是威尔士密斯在颁奖礼上 给了主持人一个大嘴巴 这事当时你们俩看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看到的是梗图 就是我因为当时在开车 没有看直播 驾驶你的车 对 主要没看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梗图 我说什么情况 赶紧看了一下各种发出的视频 我以为是安排的 后来一看不是 真挤眼了 真打起来了 然后调哥你是看直播了吗 我看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以为是 就是玩了就梗 以为是互动环节 因为当时还消音了 后来是吧 先上那个直播 因为后来我看的那个 有声版的日本电视台 转播的那个窝窝 窝窝的窝窝Live上 然后直接他那个当时那个 童声 就是都得小嘎 说了一句 然后后来就傻了 就不说了 然后在底下骂大街 就完全留了他的原因 但是他的那个翻译就没翻 童声 而且他骂街的那段 就威尔士密斯打完之后 骂街那段其实是 他没有麦克嘛 所以就是现场其他的设备 收音 你听着远处的声音 但听得很清楚 就完全粗口 因为当时看那个版本 就完全还不知道 怎么回事的时候 其实各大群里面 微信群 包括社交媒体上 就应该出现大量的 各种图文转播 然后很快就看到了 没效音的版本 就是听到了他的脏话 对 其实这个简单付出一件 这个情况 如果大家没看的话 或者不知道这个事 就是在颁奖旅上 这个嘉宾 是吧 他是 然后这个是一脱口游演员 等于开了这个 威尔士密斯的老婆的一个 比较恶毒的玩笑 就是身体残缺 对 人家脱发的事 说人家 然后威尔士密斯坐在台下 就直接走上台 微笑着 给了他一个大嘴 特别晃悠悠的上台 就没有什么准备 跟迪奥似的走上去 打完之后又回来 回来技术座 然后在底下骂他 说你不要用那张脏嘴 提到我老婆 对 然后嘉宾在台上就傻了 然后来当然也完成了 该颁奖颁奖 就这么个事 然后咱们社交媒体 然后反正我觉得 基本上评论都一边倒 打得好 是吧 你看到这些评论 基本都是这种 什么 威尔士密斯真男人 三分之二 重拳出击 有三分之一 我看到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分桶测试的 咱不说别的 你觉得这事 他办成怎么样 这事其实就是嘉宾玩车了 因为他那个透霄演员 Raw Chris 他就是那个 人都恨Chris的 就是专门搞种族玩笑 什么的 这个出身的 他在这种地方 讲这种发言 这种笑话 其实也奥斯卡历届都有 然后这段时间 尤其是就不设那种 全程主持人 而是你这个嘉宾来两段笑话 他那个嘉宾来两段笑话 有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都准备 所以你能看到这几年的主持 没有往年的那么统一 就是笑话就是参差不齐 这个贾达平特史密斯 其实是黑客帝国二里头 特撒那黑妞 特别帅 拿手机的 特别帅 但是现在一个是老了 另外一个身体有病 所以斑突特别厉害 就头发就整个一块掉霉了 别的还长 所以干脆整个剃霉了 对 然后人也行中枯搞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作为一个人 就有些人家的 就是一些身体缺陷 或者在意的东西 多少要考虑一下 虽然我们说喜剧演员 他是小丑 小丑是不应该 在很多事情上受惩罚的 但是你要记住了 宫廷小丑 最怕的事是什么 就是官外的王爷 回来的时候 跟你独处在一个房间里 就是官外的王爷回来的时候 皇上都不敢跟他一呜呜呆着 就是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呆的时候 你肯定你惹不起 你也躲不起 这种情况下 挑这种事就没有任何意义 再加上现在这种 我觉得一个是政治原因 再加上一个疫情原因 大家精神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大家也对现在的环境 颇有微词的时候 出来一个硬刚的 你能感觉到 就是一定是有人是硬刚的 对 比如那克林特145的 非常典型的 那可不吗 绝对硬刚 然后像威尔史密斯也是 我人设就是这个 因为我的人设跟我是统一的 我不可能变了这个东西 所以好多人说 你看他 打完之后他还乐呢 老变脸上来打了 也就是人家在说笑话的时候 前一个笑话还有意思 你在笑肯定可以 但是后面一个马上回过味来 回过味上 你就抽个大逼 对 哎呀 调哥你觉得打的好不好 不是 说心里话 就是刚才我同意 双天老师说这些 但是咋说呢 对于我觉得打人不打人 这些 但是我不是说站在什么道德 或者什么伦理教 都说 单纯说 动手这件事情 可能本身在我看来 不算是什么 哎呀 这话怎么说呢 感觉怎么说 能够不为误读呢 就是 这是个电视直播 对 这个角度来说 两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自己的问题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谁责任高 那不管从伦理也好 从咱们说道德来说 也好 这个Chris Rock 他这件事情做的 我相对来说 我觉得他的责任是更多的 但至于结果这件事情 但反正我们看到了 至于现在 在社交媒体上 不管是威尔斯密斯 还是谁也好 也得去不用 用各种方式去道歉 但这种道歉呢 我们也是就看啊 两个人都履行了 自己该有的这个 公关手段 尽此而已 我是觉得 我刚才同意三远老师说 那个就是 因为最近 这些年脱口秀这个东西 被我们更多人熟知了 无论通过这个 被台上了神台 线上的综艺的节目 还是线下的这个演出 大家知道的越来越多 然后经常有一句话 叫什么脱口秀 是冒犯的艺术 是吧 有这么一句话 我是觉得可以冒犯 但是也不能无休止的 没有底线的 来表达这些东西 你站在一个公开的舞台上 对一个女性的外貌 残缺进行 我觉得不是冒犯 这是羞辱 我觉得这件事 本身做的就不对 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有很多说说的朋友 咱们共同 很多好朋友 我也敢把这话说到这 就是这么做是不行的 然后 但你说威尔史密斯 上台打人这件事 我觉得这更不行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球迷 大家都知道 这个球迷群体素质 应该是全人类最低的 喜欢暴力 素质很低 出口成脏什么的 然后 但是我觉得 无论如何 在一个电视直播上 这玩意不分级 分 它是晚间的节目 所以它其实 不面向而同 不面向而同 那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也不能在公开场合 给人一大嘴 我觉得这个东西 咱们客观说 这种电视 这种分级 其实我们说就是君子强 很多分级 其实真的本质上来的 就是君子强 我觉得这种行为 其实是真是不妥的 比如说 你如果在一个演出 剧场里 没有直播 他才让说你了 你把你上台打他了 我觉得这个吧 多少我还能够理解 但是你这种场合 对 你说对 这是奥斯卡颁奖 不是西海安西汉音乐颁奖 对 这是你的受众人群 见不得这个 就不能有这 传递出来的信号 我就感觉就太负面了 给我的感受 就真的是挺没劲 挺没意思 威尔史密斯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演员 他虽然之前 他这种暴力行为 也不少 对吧 有本事 别让查理欣来领奖 他很多这种事 打击者什么的 也有 这种我们不能支持他 就好像 比如说有很多球员 比如马拉多纳 衣布大家都很喜欢 喜欢是你的业务 你在球场上 你的表现 电视园一样 你在影片里的表现 下了学长之后 他有很多的做法 我们是不能认同的 对吧 你各种违法乱纪 不遵守法律 然后打人 什么这种事很多 是吧 那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喜欢这个人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 其他那顶牛 对吧 对对对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跟这个情况很相似 对 就是他说了是回他的 你要不投诉他 但是其他那尚且 属于他一贯以来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也无法控制 所以就是 但是还有人说 说这个 让给这本尼奥斯卡 这个收入率 哗的一下 一个一个 全去看见了 直线提升 呜呜的起来了 对吧 打人打人 打人打人了 真打了真打了 对 看打架 这是全世界人类的爱好 对对对 反过来说 这是不是变成了 现在某种程度上 电影的一种迹象 以前的电影 大家怎么知道越看人越少 一旦出现那种 世界奇观加暴力集中雪江片 大家又回来看了 特别大 从头打到尾 特别大 从头打到尾 特别大 为什么这片打不打 打挺打的 那行 可以看看 行 我们这事聊这么多 大家就各书己见 反正现在社交媒体 我觉得很多的 很多讨论 也就是针对这个事 很快的就过去了 其实他这个事情整体 我觉得还是挺恶劣的 所以就是他整个 在颁奖礼的过程中 就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再做任何过多的后招 他不像当年你知道 克伦伴恩宝林还是谁 后来拍了华氏911 就那个导演 他上台之后 就开始骂 伊拉克政策什么的 全场就虚他 然后就被拖下去了 然后过一会后面上来 一个颁奖嘉宾 说我刚才看见了 保安正管他塞到 汽车后备箱里 就那是可以调侃的 这事就没法调侃了 就大家都接不住了 而且我就是听波米老师 在节目里边说这事 我就会 我挺认同他一观念的 就是当维尔斯文斯 打完人之后 他回去往那一坐 就应该把他轰出去 我觉得 就你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 这个是很重要 对你出现这样的事件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应该 把他给拉出去 请出去 你在球场里边裸奔的 那些球迷 不都也拉出去吗 主席跑到球场上 也是要被驱逐处长的 你在这样的活动里边 有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 那肯定应该把他 对吧 请出去 当然讲该发还是发 可能说不好意思 他因为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登台领奖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的 对 行行 把这说完了 咱们说说作品吧 咱们先从 我心目中最重头 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 比如说对于奥斯卡 或者其他这种电视节 他一般讲 你们觉得心里边最重的一个奖 是哪个奖 我其实不太看重奖 奥斯卡颁奖 我一般是拿它当一个 就是推荐会 就是展销会 展销会来看 然后我就看看 这我没看过 这有点意思 太好看了 至于谁得奖 谁没有得奖 我说这初一十五的事 我的心情就很不一样 比如奥斯卡 这个奖 咱就单说这个奖 我心目中 我最期待看到那个结果 就是最佳影片 就我想知道奥斯卡最佳影片 是哪部电影 但是比如像金总缕 我想知道就是最佳导演是谁 我心目中 我也想说 这个艺术上谁的成就 这次又站到了一个所谓的高峰 可能是我对于这两个电视节 心中不同的一个心情 所以回到奥斯卡来说 我其实对于自家影片最终扳给谁 其实是挺在意的 所以说今年给到了建厅女孩 我看刘哥第一时间非常开心 发了微博 建厅女孩 为什么那么高兴 我就是因为去年年终 下半年那会看的 就当时觉得很有意思 就感觉好像又回到了某些 大家可以用很平淡的叙事 去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我没有说他的利益有多高级 或者手法有多么标新利益 甚至没有说这东西 好像以前没见过 我觉得用的是大家知道 大家见过 大家熟悉 大家甚至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讲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故事 就没有新鲜感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片子 就是能够用平白无奇的叙事 讲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 这是我觉得在当下这几年之中 我觉得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情况 简单说一下建成女孩的剧情 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包括我个人我也没有看过 这个别人 你说吧 我听听 这豆瓣的简介 照着念 这么说 说故事聚焦在一个聋哑家庭中 唯一有听觉的女孩的身上 那女孩叫Luby 是吧 Luby 对 然后她每天都帮着父母和哥哥 操持渔业生意 然后高中后加入了合唱团 然后对合唱的唱歌非常热爱 就这么个故事吧 就类似这么个故事 因为这部电影是我可能2021年全年之中 唯一一部向我周围朋友不断推荐的非中国院线的电影 院线电影推荐的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非院线电影 就这一部电影 我见一个朋友 就是熟悉点朋友 聊得不错的朋友 就是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我觉得这片子挺好的 它应该是21年1月份就发圣诞丝了 对 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它是 就这两年我看完了以后 就看最舒服的电影 就是你往那一坐 往那一看 开始 就横着半分钟 你就开始觉得 这有点意思 入戏了 对 然后你就开始乐 然后就从头乐到尾 然后还觉得还挺好看 看完了之后觉得挺好 而且很轻松 就是个像爆米花片似的 一个轻松的片 觉得没有任何负担的 就其实相当于那种 可以在周末 或者日常的时候走进电影 看完了以后 乐着出来那种 这挺好看的 就这种感觉的东西 就特别电影的一个电影 因为这个片子里 可能打动我的 除了故事之外 最打动的 其实是女主角 后面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 因为我特别喜欢 Johnny Michel这个音乐人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 用了他的一首歌 那首 其实这首歌 已经被国人很多 两边 这首歌 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这首歌 用他的方式去演绎的话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去看了一个熟悉的人 讲了一个熟悉的段子的一个故事 你不觉得新鲜 但是这个人讲的语气语调很好 就像有点像 举个非常不下当的例子 有点像小偷听评书 就是这个故事 你有点熟悉 他讲的不错 你看他觉得很舒服 目的达到 他不新鲜 他绝对不新鲜 我 我 我说 反过来的 我是觉得 这边哪都好 就是音乐不太行 对 是吗 对 就是因为他是翻拍电影 他翻拍的贝利亚一家 然后 因为贝利亚一家 好多人都看过了 然后看这片 都好多人 因为不知道 是翻拍的 怎么熟 这怎么抽 这电影 后来才知道是翻拍的 贝利亚一家的 他是法国电影 他那个法文歌 然后那些特别好听 所以当时 这个东西翻拍了之后 我当时就想 看美国人怎么动 然后发现美国人歌一般 就是更多的还是用歌词 用歌词来交流的一种方式 真正这个歌的好听度 其实是没有法国版 那个好听的 但是法国版那个结构 特别松散 逻辑也不严密 就是反正那一片 好看归好看 但是就有点像 放牛班春天那种的 就是典型的法国电影 松不拉击的 然后剧长 然后各种没谱没溜 就是欧洲电影 是比较 各种艺术表达 对 艺术表达 就比较开放式的艺术表达 然后到这个片里头 是比较收着 而且 它的优势 我特别喜欢在于 它是改编片 改编的非常好 它不是 我照着你那东西拍 而是完全变成了 一个我本土的东西 就是它比 那个吴建道 那个改编要好得多了 特别特别的 扎根在了美国本土 就完全讲了一个 所有的段子 所有的梗 所有好玩的都用你的 但是这个故事 讲的是我的 就法国的时候 那是整个家 就特别happy 就特好 然后无非就是家庭 什么这样的 然后美版 这个建庭女孩 叫Coda Coda Coda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children of death adult 就是这么这个意思 但是同时这个词 还有尾声 鱼韵 和完结 终结 最后的终结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篇其实里面 是挺苦的一个篇 不是苦 然后生活 就是它选择 马萨诸塞的 一个小渔港 这个点特别好 因为马萨诸塞 是美国 就比较富裕的一个州 然后这州 就是美国大学城所在 波士顿 然后什么 所有的牛逼大学 都在那儿 对 马萨理工学院 包括他后来让他上 你去上那博克力音乐学院 那就在哈佛和MIT 隔壁 就这种的 这几年出现了两个 关于他周边的电影 海边的曼彻斯特 和Coda 关注的全都是边缘人群 也不是边缘人群 就是他的中间层 但是中间层 都是渔民 都在这都是打鱼 干这种事 这个片子也是渔民 就苦的不行 然后在这种时候 一个人如果还有点希望和梦想 怎么办 一个是这个话题 以及就是关于之前的 法版的是说家庭之间的关系 然后Coda这个里面 其实讲的虽然也是家庭关系 但是讲的比那个要深多了 其实就是到底谁是谁的孩子的问题 因为本身Coda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学的研究课题 就是这些个师从家庭的能听到声音的孩子 他其实是特别苦的一个存在 因为他从生下来 他就是家庭中唯一的成年人 就是其他人所有人都是小卑鄙 听听不见 说说不懂 只有他一个 恨不得从三岁开始 代表整个家庭跟外面交流 反正Coda研究的课题中 很多东西在这个电影中都有表现 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也挺深的 然后聊起来也很有意思的 我为什么喜欢这片子音乐 不是说这首歌选的有多么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恰恰就是因为我就是喜欢 Johnny Michelle这个音乐人 这就好像虽然我特别不喜欢某部国产电影 但是因为他结局用了麦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 那个电影的全篇我都没办法 我因为用了麦克尔杰克逊那首歌 我给他加一份 别管他对我是零分还是怎么样 我会给他加一份 对吧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道理 但是我觉得Johnny Michelle的音乐 因为特别受一类鸡汤文学 或者鸡汤电影的喜爱 因为音乐人自己的故事 过于有趣了 所以他能够被一类这种鸡汤电影 鸡汤电视剧所不断在使用他的歌 他是那真正炖汤的鸡 就是 对 就所有人拿他来炖汤 就他是一个讲叙事师 就好像说比如说你咱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蔡琴的歌 你在中国的一些鸡汤剧里面 或者鸡汤电视剧里放 你也会觉得好像挺合适的 就并不是说那个歌本身 这个对对片子有多契合 而在于当你了解到这个音乐人本身的一个 他的时间跨度 他的创作跨度的时候 这个音乐是OK的 反映到这个片子里面 这个片子特别的鸡汤 这个鸡汤到什么程度 鸡汤的是 他讲的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也没有提出什么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 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用激起一些正面的状态 去面对生活 没了 真行 但是你刚刚说的 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如果 咱就拿蔡琴的歌曲例 如果是一个特别烂的电影 里边有蔡琴的歌放在里面 我一定会给他加分 反正因为我会觉得 至少在你选取的过程里面 你跟我的审美达成了一致 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太自满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 就相当于你跟导演在这个一瞬间有了共鸣 对 就是你的这个点我get到了 对 哪怕你最后展现的作品 我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这一块我觉得是OK的 你说真的如果想象有一个电影 一个公共片 公共片的结局 是两个人开车远行 然后忽然 Knock on Heaven's Door的时候 这个片子别靠前面怎么样 你那一瞬间好像 敲这个天堂之门了 这就是很多电影 就是包括那个 一小星他们拍那个 像西游记是那个 就你甭管他拍怎么样 有多傻 他最后他给你上那个 大网西游的歌 然后那时候你就 不行了 就是卢冠婷 对 这也就是说这些音乐版权 为什么这帮人 有的人真的可以靠板税活着 对吧 还真是 不过你说这个 就关于打鱼这个事 我稍微扯远点 不过在这先跟大家遇个景 我们这集可能不会像大家想的一样 我们去盘点 每个奖项 大家谁得了什么奖 我们聊聊电影 对 我们不会按照这种结构来聊 而且就是说心里话 到现在我心里没有结构 我这想到哪儿聊到哪儿 因为你刚刚说打鱼这个事 我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今年圣诞司 还有一个打鱼的片 中文一名叫沧海鱼生 他当地话叫 Luzu 马尔他的电影 讲的什么事 其实也是当地的一个打鱼的人 身上发生的故事 就是因为当地 甭管是因为随着气候变化也好 还是他当地的政策变化也好 原来这些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的人 不能再打鱼了 就不让他们打鱼了 收你猎枪 对 然后这些人该何去何从 他们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看这个电影 我就感觉 真是 因为我其实本身不是一个所谓自然主义者 比如说大家回归传统的生活 这件事特别美好什么的 我当然会觉得 每个人如果能够住在舒适的房子里边 吹着空调 看上电视 我肯定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舒服一点 但是我看这个时候 我心里特别有感触 就是说就这些人 他们祖祖辈辈 都是出海打鱼的 然后在他这一块就不让你干这个 但是他没事 我不会干别的 他不会干别的 而且这里边有一特别标志性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片名 他个Luzu什么意思 是他当地捕鱼的一个小船 那种两头翘的小船 其实是有点像意大利的那种小船 因为马尔他 但是地中海的国家 其实离西里特别近 然后这些人就开着这个船 到海里边捞鱼 越捞越少 反正鱼也不多 然后每天鱼也卖不出去 然后当地交易市场 又被一些类似于黑社会的给盘踞了 然后就特别受欺负 然后该怎么办 最后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这艘船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了 这个船最终也要被扔到垃圾处理城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所以他没有特别多很煽情的部分 但是我就看这些人的生活 我就感觉 哇这个电影真是挺有劲的 就是给我感受挺深的 类似于这个 因为正好你讲到 这扣大也是这么一个 对扣大里头 其实它跟法板的改编 有一个重点的改编 就是这个 就是法板 它其实是生活无忧 然后无非就是那法国人 是那种人爱风似的那种东西 对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线 就是马萨朱塞作为一个鱼港城市 它其实一直在收缩捕捞的控制 然后这些渔民 他这里头主人公他爸 就是说过一句话 完全手语 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爸就是打鱼的 我也是打鱼的 我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 而且他以前是可以打鱼的 现在你们政策变了 第一不让我打鱼了 第二 是你们的政策调整了 说我违反了航行安全什么的 我以前笼子能打鱼 现在你法规变了 说笼子不能打鱼了 你就怨我 然后你还得让我给钱 请观察员上船什么的这种 然后他们的鱼是鱼收回来 鱼是分六成走 剩四成再给他们 这故事跟你刚才说 那是一样一样的 而且他在这里面 还是一个聋哑人群体 完全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聊 就在这种基础上 讲怎么办 我接下来该干嘛 对啊怎么办呢 对所有都说 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哎呀现在大家吃午饭 哎呀现在没钱买饭 哎算了喝口汤吧 你来碗鸡汤喝一喝 就这样一个故事 真是没办法 对然后我又想起一个事 就真的挺想起好多事 之前我还看一纪录片 讲埃及的事 讲埃及的事呢 其实他就在讲 很多人是靠着尼罗河生活的 然后尼罗河中间会有一些小岛 那岛上也住人 那些人就完全是划船捕鱼 然后但是那个鱼呢 他是在你要把这船划出去 跨过这个河到那边才有鱼汛 那鱼在那 他就不在你这岛边上 所以你就要划过去 然后这些人就划着那个船 去躲来往那些特别大的那种大船 我当时看着我都 然后那一个哥们大概就是咱们这岁 但是他的儿子 然后就划船会捞鱼 就捞两条鱼 今天够吃了就回家了 然后就跟他儿子说 说咱们我们足足备备都是这么生活的 然后那是现代埃及了 远处就是金字塔 那人家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对吧 你不让我这么生活 我该如何生活 对这种矛盾其实非常冲突的 就是你像马太诸塞 现在他为什么要说控制捕捞业 是因为大船捕鱼捕的太多了 不是小船捕鱼 对 就是你那大船把鱼都捕没了 然后你限制我小船 而且我小船成了你的麻烦了 对 就我成了你们的负担了 但是你们是这么新来的 我一直在这干这 我一直在这干这 我还捞不着鱼了呢 然后你们还赖我 然后要各种限制我 这种程度 他是把这个矛盾裹在了这个聋哑人群体 跟其他人社交的这样一个障碍里面去谈的 这也是我觉得就这几年出现了马萨诸塞的电影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看到的他光鲜亮丽的波士顿 但是没有看到他周围这些个 除了高等学府之外 这些小市民 这些小平民是怎么生活的 是的 就好像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纯粹什么国外才有的一个情况 咱们我觉得就我们身边就举例子 咱们我就敢说 比如说在北京的生活 这些年不是好多人就从北京走了 就觉得在北京生活不舒服 对 我开小卖部 你不强风了 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个城市 它的生活的节奏和大家 比如说拿北京举例 可能你在这你就得奋斗了 你不奋斗 你也不能在这生活 但是有很多人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 我祖辈就在这平安的生活 对 我不是特别想奋斗 然后我没有奋斗的想法 然后我就不配在这生活 对 然后大家就只能怎么办 但是我也走不了 不是说谁想走都能走 你说我不在北京生活 搬到什么大理 搬到什么上海 但是不是谁都可以选择离开这里的 那怎么办呢 就没有办法了 对 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扣大里面其实也是 他后来就是老师跟他说 你去上伯克林音乐学院 然后他爸第一反应是 去波士顿 那都是坏人 大城市 那都是坏人 全是这种状态 而且因为他们家一家四口人 他是他妈妈父母 加哥哥和女主角 女主角是唯一的一个在 他们叫做健全人 能听到的健全人 然后他妈妈就是 其实最后用手语 跟他女儿说 就是我们在你出生的时候 特别希望你跟我们一样 也是一个东亚人 他这句话其实是 就像刚才三千说的 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未来 变成自己女儿的累赘 如果女儿是健全人的话 所以他们甚至希望 那还不是我们都一样 好歹我们相拥生活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立场也是一样 这篇男主人公 这是男配角 就是他爸 他爸演的特别好 就是手语中 你能够看到一种下流的手语 他拿到了最佳男配 最佳男配 拿了最佳男配角 而且他拿着最佳男配角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他是奥斯卡历史上 第二个拿到奥斯卡奖的 听障人士 对他本身就是 他本身就是听障人士 然后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他妈 第一个是他妈那个演员 小时候 就是童星的时候 作为一个吃葱童星 拿了一个奥斯卡 他妈那个演员 演过一个 你小时候肯定看过的电视剧 是牙女检察官 哇 好家伙 这篇定第一个演员 就是他妈 那个演员 因为就是唯一的大腕 就是他妈那个演员 然后剩下其他在考关系 就是聋哑人 演员 就是当时投资方说 就是不能全用聋哑人 这不行 让他们学 那个导演就说 你要是这么着 那我就不拍了 你爱找谁找谁 然后最后就是 行行行 等于靠他们那个 就是演戏 那个聋哑人演戏 那个圈子 然后找了几个好演员 演的特别好 这篇里面就是聋哑人 那个手语 简直就是你能感受到 各种情绪 下流 放荡 然后那个愤怒 然后强撑 就是各种各样的手语 他你看不懂 但是你能够体会到 里面的情绪 明白明白 说的我这马上 就是咱就今天就到这 好吧 我回家回家看片 我推荐一个看这片的一个 就方法 当然第一遍 我觉得正常看 没有问题 我还采取了一方法 我后来第三遍看的时候 我把声音关了 声音都关了 我把声音关了 你就带入到了一个 对就是 然后这回发现 你会发现这片立场 就掉转了 就是一个聋哑人 这片因为是聋哑人的 他一定是给聋哑人看的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片里面 就以前咱们算声音什么的 是你能看懂的 然后手语你要看字幕 然后现在声音都关了 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看的时候 手语是他们看的东西 所有其他东西都要看字幕 明白 就是这个片子 有一种完全全新的视听体验 就是聋哑人看 咱们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看不懂的 什么音乐 什么不懂 这种变换 整个看世界的方式的东西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OK 推荐大家都去看 这部Coda 剑听女孩 然后说说 因为最佳影片的提名 这里边有好多电影 对 然后我先念念 我先念念 除了这个剑听女孩以外 然后有贝尔法斯特 对 神人 神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导演 是编剧演员 还是神人 神人弄的 然后不要抬头 就是 完全是一个讽刺的电影 沙丘 国王理查德 甘草披萨 玉面情魔 全之力 唏嘘故事 驾驶我的车 这些电影 除了这次得奖的 最终得奖的 这个监听女孩以外 其他的作品 你们俩 比较喜欢的是那几个 比如说或者是说 如果他得劳斯卡 我觉得我也不错 挺开心 我是沙丘 沙丘 对 我以为沙丘能得的 是吧 对 你呢 我当时 其实我之前 就跟你好几个朋友说 我说今年奥斯卡 要是不搬给扣单 我觉得有点 就是我就算了 我就没什么想看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觉得其他的片 都有让我觉得不错的 但是我不觉得 任何一部片子 值得得奖 对 这是出于对于奥斯卡 这个电视节本身的气质 同时也有作品的问题 作品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 King Richard 就是光丽查德 我是很喜欢的 你很喜欢的 对 我很喜欢这片子 但是呢 我可能我会觉得 你用真人片 尤其你又讲的是 大小威廉姆斯 对 光丽儿讲的是 威廉姆斯姐妹 姐妹 网坦丽儿 威廉姆斯姐妹的父亲 换句话说 培养他们的故事 相当于说 你讲了一遍 麦克尔乔丹的故事 换句话说 里面情绪中有多少 是因为麦克尔乔丹 对 就是这片子本身好不好 好 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 可能作为电影来说 你让一个传记电影 变成一个 而且是一个知名 这种传记电影 一般是主演 得最佳男女主 对 这种一般是这样 很多 你比如说咱们看 就换句话 对《至暗时刻》一个 包括前两年的 那个波西米亚幻想曲 对吧 他们得奖 我觉得是OK的 就你演出了 大家脑海之中 想象的那个 我们都熟悉的 演得好 一个活人 或者是一个固者 大部分人都是那些固者了 对 然后说你要让他 活在了荧幕上 对 但是你让他 变成一个催崖影片 就要考虑的是 一个整体的原因 而不是光只能说 一个单独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这片子 我觉得好看 但是我觉得 作为做大奖 我是差点意思 这个我其实突然意识到 就你说这个 我其实有点意识到了 就是我 我之前是被陷在了 一个什么东西里 怎么说 就是奥斯卡评奖 和其他电影节评奖 不是一回事 对 它不是评委会评选 它是堆人数 就是大家 大家选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沙丘肯定没戏 就肯定是那种 就是上了平台的 才有戏 就沙丘这种 就是电影院 票房不行 而且沙丘这个题材 再一个我觉得 沙丘不能得奖的原因 就在于 如果沙丘得奖了 那这些参与 评分的电影人 就等于在抽自己的脸 我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可能 这不是说 沙丘这片子 他们 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不拍沙丘 或者不这么拍沙丘 原因可能就在于 他们觉得 这种片子可能 也就 Denny Villeneuve 他能 愿意这么去拍 其他人可能 不愿意那么去拍 对吧 但是如果他给他们 都给他投了票 就等于说 OK那我就要 任你们说 我做的不行 对于种 我觉得可能 这种各角度来说 都差点意思 但是最终还是要 屈服于沙丘的 强大的技术能力 给了很多的技术奖 就是横草技术奖 是吧 六个 而且你不觉得 沙丘的颁奖很有趣 因为今年的奥斯卡 其实体现出了 又一个 跟去年差不多 就是有一些奖项 是在典礼之前 就已经颁完了 沙丘带 之前就已经得了一堆奖 也就是说 大家会认为 广义的大众 或者说 至少说 从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 筹划组考虑的 不重要的奖 就在那之前就弄完了 这事 斯皮尔伯格不是 发了大脾气吗 就是说 我们都是一样的 谁也务比 谁也不重要 凭什么不给人机会 上这来呢 奥斯卡 信说 我现在已经六个小时了 我肯定不能再给你机会 但是那个 Hans Zimmer那张照片 特别有意思 就穿着浴袍 然后口袋里 放一奥斯卡小金人 就那种 其实也体现了 现在这种 比较好玩的状态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我从小看美国电影 然后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然后包括奥斯卡 就是在我心目中 我说的直白一点 我觉得就是 最朴素的商业大片 然后让大家知道 有哪些 你们来看一看 对 这就是广交会 对 我对于奥斯卡的理解 就是这么一个理解 所以当那些我认为 这篇完全不是奥斯卡气质 就得了奥斯卡奖的时候 我心里边是有些疑惑的 然后在这些年 我就这种疑惑就越来越深 有很多得奖影片 我都是有点 就我知道这些作品 它好在哪 甚至于说 比如说你说 我喜不喜欢艺术电影 我当然也喜欢 我也看过大量的艺术电影 我有非常多喜欢的这种电影人 完全没有问题 我并不是欣赏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和我心中的奥斯卡 它不是一回事 它不是一回事 大家可能觉得你老脑尖 你就觉得老得这样 也有变化 我觉得是没问题 有变化 但我想搞明白 现在奥斯卡这个东西 它的目标的受众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心目中电影的观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有点搞不太明白了 还是说本身电影的受众的 这些人已经变了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人在奥斯卡颁奖之前 就是那种呼声很高的电影 比如说全职力 比如说驾驶我的车 对吧 驾驶我的车 呼声非常高 有特别多人 就是说想要驾驶我的车得奖 是吧 但是你看比如这里边其他的很多的电影 比如像贝尔法则 比如像戏驱故事的这个翻拍 对 并没有觉得很多人觉得说他们会得 对 他们其实也的确没有得 对 包括这个 咱就说拿贝尔法则这个电影来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野心 就是我想得奖 就是卡龙罗马能得奖 我这个 我也弄一黑白 我这也弄一黑白的 我弄一个 我题材很严肃 是吧 然后表现手法什么的 然后真的就给我感受 就是他那种英国式的那种精致 他每一针都特别精致 拍的可漂亮了 然后大家的语言台词特别讲究 但是我总是从心里就会觉得说 你让我看这个的感受就是 你看看我好不好 你看我该不该得奖 就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但是奥斯卡对这种电影 其实一般来讲 就是大家也互相能理解 所以一般给这种电影的奖励方式是什么呢 提名 对 就是你都做到这个份上 我给你提名 我让你的努力被全世界人看到 就是你这种 就不管是努力还是谄媚 还是怎么样的 我能让你被大家看到 就因为提名本身也是一个殊荣 对 就是参选入围获得提名 这其实不同阶层 基本上就到提名 其实就是一种获奖的手段 我觉得逻辑上基本就是 你说的就是金音铜 就是音牌多了点而已 就是音牌多了点而已 今天给了他一个奖 是吧 贝斯法斯特 拿到了一个 拿了一个剧本奖 是吧 拿了一个原唱剧本 然后所以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你包括驾驶我的车 就是之前机生虫 咱们拿奖了 接着我说 大家就觉得 你们俩看了吗 撒着头 我就是 冰口龙界 我天我就觉得 他是把巴别塔里面的 日本部分的戏 整个称长了 拍了一个电影 太恐怖了 这种状态 太恐怖了 就我是 因为就是也提前看到了 我都没有听任何信息 我就看到 有一个电影 就驾驶我的车出来了 就整体上来讲 是一个 让人没太有欲望 看的一个电影 就从他的各方面去 包括西岛秀俊 演的这种片 这就跟你看到 一个福人亚志主演的电影 你一定觉得 这好像不是给我看的电影 福人亚志挺帅的 你会觉得这是那种 就在日本电影院里头 老头老太爱的 或者是年轻的电视剧受众 然后到那去看福人亚志演的电影 对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就是受众问题 我现在是搞不太清楚了 就是奥斯卡的这些受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 我直言不讳 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了 我好像已经不是奥斯卡电影节的受众 我都觉得不是说你不是奥斯卡电影节的受众 你可能是现在好莱坞电影工业 就不以你为目标用户 就去活着了 明白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再靠你活不下去了 没问题 我虽然有点失落 但是我接受这个现实 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以我为受众 当然现在很多大家来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心情 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个作品得奖了那么高兴 一个作品没得奖那么生气 因为大家都把自己设定为 我才是那个手中 这个东西是对吧 没有得到我的欣赏 你就是失败的 大人时代变了 对不对 这个时代变成了靠作品去划分人群 靠人群去建立作品 每个人都说这个是my movie Coda也是听障人士说这是my movie 之前月光男孩有色人群 LGBT有色人群是my movie 再往前段北山LGBT人群是my movie 那电影到底要不要去争取一个最大受众人群数呢 可是怎么来定义最大人群受众数 在过去的时候 我的点在于在过去 尤其是咱们今天前段时间聊冬奥会的时候 聊到了说社交媒体跟手机的这个东西的出现 如果没有移动数字端 或者没有这种移动互联网大量的普及 其实我们的声音很大程度上 全世界全世界都局限在主流的电视台 或者杂志这些话语之中 而当手机普及了变成自媒体的时候 大家都在发声 那其实就会变成一个一个 一团一团的声团 那个时候你真的很难去定义 什么叫最大发声群体 我觉得这个原因导致了 当我们过去看奥斯卡片子的时候 我们能想到的片子 其实某种概念之中 我们的那个印象中都是那个样子 但是那个印象 是我们自己的喜好选择的 还是我们在看到杂志 电视台媒体 我们所灌输到的什么叫大片 就这么说吧 咱们说大片两个字的时候 咱们过去小的时候 想到大片是什么样子的 大片 你让我说 就是 大明星 大制作 大制作 大场面 大场面 是吧 而且一定是简单 好懂 甚至是在当时那个时间段 最 怎么说呢 一口吃完能饱的东西 对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两年来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家要的都不是了 对我就大家的这个这个方面定义都不一样 嗯 哎 这个大片 我觉得真的 你从当年看啊 嗯 什么是大片 宾须 爱今后 这是大片 哦对 就是 真大史诗 史诗 对 乱世家人 他的那个题材本身是宏大的 战争与和平 对 他的他的视角 是最伟大的视角 对 就是那种史诗传记 传记一类的东西 对 是那个时代 后来呢 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竹鲁公园 变成了真实的谎言 嗯 就这个 大制作 大场面 大明星 嗯 小故事 对 就不是史诗了 是一个 就是幻想中的小故事 对 变成这样 但是给你的那个视觉 对 视觉冲击 和音响效果的那种冲击 都是非常强烈的 90年代的时候都是亡命天涯 都是这种的 就是 感觉是个小事 但是呢 弄得特厉害 特牛逼 然后 嗯 然后再往后发展了多少年 我觉得 零几年的时候 上来了什么了 指环王 嗯 阿凡达 就类似这种东西上来了 这个其实也是 我觉得有背景原因的 就是游戏起来 哦 就游戏起来之后 大家其实已经适应了很多东西 然后用游戏的方式去理解 但你看指环王跟阿凡达 就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嗯 指环王就是三部曲嘛 嗯 居住 对吧 然后 使势去居住 然后那种还原 就是在之前的手段里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还原这样一个作品的世界 然后他做到了 他还原了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 然后营造出来那样的气氛 所有的东西 然后但是阿凡达是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纯粹的从我的理解 就从技术的角度给到你全新的感受 对吧 卡维隆肯定特别得意 对对对 我说心的话 就是卡维隆是我特别尊重的导演 给你们赏饭吃 但是卡维隆很多故事 咱就不说了 不说 都非常简单 但是他这个视觉的确是 对吧 就是包括泰泰尼克当时出来的时候 也是视觉就疯了 对 其实那个时代的 大家你能感受到的 就是像真实谎言 或者泰泰尼克什么 那会儿就已经是电影 因为受到电视的冲击 所以他要证明自己还是电影 就比电视 对 我跟你们不一样 对 我跟你们不一样 一眼就不一样 对 后来像指环王和阿凡达 这种其实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 因为他受游戏冲击太大 他也要证明自己跟游戏不一样 所以他要拍这种 就是你能感觉出来游戏的用户 已经能接受这种东西了 但是我拍的比游戏还要好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还是来看电影 对 那个时候游戏的算力 包括整个的画面的展现 还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 对吧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种时代 其实就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这大片大家不觉得大 就是你拍一大片出来 大家说还行 我回去玩那个老头玩了 对吧 我回去玩哪个游戏 就会有这种情况在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说什么是大片 就大家会开始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认知 开始分 有的人认为大明星 或者说系列电影 这种点 速记 这种 这种大片 有的人就说是是剧 如果要杀去过什么 这种是大片 就变化的其实还挺明显的 这个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当年看1917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 它不是个游戏吗 对吧 就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儿 其实是游戏视角 游戏思维 游戏画面 变成了这么一个电影 它跟游戏已经倒挂了 我都觉得 对吧 游戏反而比电影搞得更宏大 就刚刚你说 战神玩 战神玩手 对 大家看一下 那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电影 在这方面可能好像有点赶不上 对 然后我的确不知道 就是所谓的 如果你说大片 我现在唯一能说的 可能超级英雄电影 应该还算吧 我不觉得现在很大一个情况是 我们在以前小的时候 去说大片的时候 是因为一年就这么多电影 只要能进来的这种大片 大制作 大题材 大咖 都是大片 然后随着我们变化 随着我们的成长 随着不同题材的 我们觉得在某个阶段的百花齐放 越来越多的片子 被咱们想象成了大片 以至于现在 一拨人随着某一类题材的成长之后 在他们脑海之中 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大的大片 但是其实他们小的时候看到那个大片 跟咱们小时候看大片又不一样 对 就变成了 刚才我举例 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 很多都叫大片 比如说宿基算大片 对吧 然后零星期算大片 然后扎秋也算大片 但是其实这三个片子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三种完全不一样 类型的电影 的确不一样 但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 这些都叫好莱坞大片 那今年 二都不用说不如往远说 2022年的三月份就很有趣了 有三部片子 一部神秘海域 一部新蝙蝠侠 一部月球追求 都是四个字的 这三个也是三个大片 但这三个大片 就能带来的票 不论是票房的影响 还是受众的反应 还是大家的认可 都不一样 对 那你说怎么定 什么叫大片呢 是不是这个时代 就没有大片了 我都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打散了之后 就回归了电影 就没有什么大片 就是电影就回到的 它不是那种 你弄一大片 大家也不来看 或者说你弄一大片 也是喜欢某个类型 大片的人来看 就是他没有最大公平数在 就大家觉得 当年张艺谋拍 中国也能拍大片了 英雄都得看 或者中国也能拍 科幻电影了 流浪地球 都得看 很激动 中国拍这种大片 都得看 但是现在你就会感受到 那我爱看 我就看看这个就完了 然后这个时代 你就会发现 最后当电影 作为一个渠道宣传 它最重要的销售手段 就是用我卖大片这事 没了之后 受平台的影响 最后就变成什么 就是平台推哪个 奈飞 什么亚马逊 什么苹果 推哪个 哪个变成了 最受欢迎电影 你说苹果 这个就很有意思 大家这次很多人 都会去说 科广大的成功 是吧 就代表着苹果的成功 是吧 苹果采购路的成功 很多人会这么讲 说什么苹果 摘成了王妃 实际上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来说 对吧 因为这个片 它不是苹果 什么 就是我投资 你 你拍一下 拍完之后 我就在这上 好像不这么 它是买的 买完了之后 再买个股权 这种电影 其实我觉得 形成了一个 特别好的 一个新的市场氛围 就是圣丹斯电影节 它来自 虎包小八王里 日无小的 Sundance 罗伯雷德福 等于他们搞的 这个电影 就是一个 为年轻电影人 提供机会的 这样一个平台 就等于 你这电影 在这首发 首发完了 全球的电影的市场 销售 什么的 采购 上这来看 哪个好 我就来买 竞价挂那 竞标 就类似这种的 所以苹果这次是好多人说 2500万美元 买了一个片子的 全球发行权 然后还买了它的股权 就这种 co-production 买了这个 这其实就是属于 我自己沾点光 我就奔着得奖去的 我买的股权 我就能得奖 就这样一个模式 买完之后 就得去游说了 反正用我钱 我得送奖 用我钱花 我就去送奖 就跟当年海边的曼车斯特 也一样 海边曼车斯特是亚马逊 亚马逊Prime 路径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看到 人家那边 现在也开始平台 才遇到这些事情 而且当年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 海边曼斯特 然后当时是谁 是比尔盖茨 站出来说 我特喜欢这电影 我的天哪 我一样特身 有一段视频 是吗 对 专门讲 说这电影好 我就喜欢这电影 你知道海边曼车斯特 当时最流行的梗是什么吗 这一篇先找到马萨达蒙 然后马萨达蒙 就把他推荐给了 自己最好的朋友 本阿弗莱克的弟弟 Cassie Affleck 然后去演里面 那个男主持人 我演句好 得了奖什么这那的 他就没有参与这片子 也没有制片 他就自己掏钱制片了 长城 视频有主要的长城 这亏大了 这真是亏大了 对 然后所以说 就现在这些平台 对于整个电影业的发展 真是起到了特别大的变化 而且奥斯卡是接受的 但刚那是不接受的 是不是 刚那到现在 是不是也不接受 不接受 网络平台 这个电影去参展 你必须得上演线 才可以 是吧 但是他会一直这么做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两个市场不一样 就是美国这边的市场本身还是看用户基数 就是谁能让看到的人多 这些东西就能好卖 本身好莱坞整个电影工业还是在一个销售体系上 这工业很重要 对 就是谁能养活这个工业 对 就是有口饭是总比没有强 然后你能养活我 我就能发展的好 我就能碾压其他的电影市场 那这个东西肯定对于平台来讲 那就是再生父母啊 就疫情之下 电影院全关门了 这个时候平台就是一时父母 当年那个徐征那个马炯不就是 你能养活我 就是我之后大不了不跟传统电影行业玩了 我就一锤子买 我先把这个我的所有工作人员 所有的投资商的那个饭碗救了 再说咱别跳楼 当时真是 当时疫情期间 他那电影是直接上的网络 对 直接上网 都没上远线 逼得其他的跟他合作的人 就跟他血亲之仇 差点割席 对啊 就是要割席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他也要为他身后的所有的兄弟什么的 所有投资人考虑 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是你说欧洲的电影本身 他凭的是什么 凭的是内容本体 就是我们是一个表达的一个东西 至于你能够通过在我这得奖 然后卖出去 那个是另一件事 那是我的一个附加品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我这评的还是评委会的评委们 个人的品位 然后大家展现出来一种高调的姿态 在这种时候 你一个没有在电影院播的电影 就是在平台上 我觉得本身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冲击 而这个冲击会影响到创作者的选择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像Drive My Car 或者什么 类似好的这种东西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这届不也是入围 然后他之前是在金棕旅 拿了最佳女主演 Drive My Car 现在的所有的推广前面 其实都是打着金棕旅在前面 就是把甘纳往前放的 这种其实是证明 它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价值 内容的创作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这东西的销售导向 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感觉现在这个锅里边放了所有所有的东西 就是大家各取所需 不再永远是我们合力活 这些东西了 原来来纽约那帮人的东西都不要来我们这折腾 纽约那些现在可能都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感 对所以真是就是这回我就感受你看咱就拿这个驾是我的车 这个作品来剪啊 最终他拿了一个最佳外语片 最佳外语片 然后再老师还没看是吧 没看完 没看完是吧 我看了好多遍 就是他当时取笑犬之力 是吧 那个我看了好多遍没有看完 我说那个其实是能看完的 真的驾是我的车 天哪 前40分钟如何能够扛过去 主要是40分钟之后出片头 给很多人一种打击 40分钟之后出了个片头 吓我一跳 我看了一眼 哇三个小时啊 这不是指导王的三个小时 这是 打三个小时 这聊三个小时 对白的台词 你看了感受怎么样 我还行 就是首先我现在可能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 就是我现在看这种长电影 反而看得进去了 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 把电影当电视剧看 这样 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可能是 刚刚参加工作那两年吧 我已经 我看不了长电影 超过两个小时的电影 别说超过两 接近两个小时的电影 我可能就先长 现在对我来说 可能一个多小时电影 觉得太短了 太短了 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 跟看了一部分电影之后 有一种感觉就在于 由于现在的观众的口味 越来越难调节 一个小时出头的电影 已经很难讲一个 让大多数人都能够觉得 满意的片子了 Coda我觉得好看 又绕回Coda了 Coda觉得好看的原因 在于就是可能它很短 这故事讲的还挺完整 虽然鸡汤味太过于明显了 但是它讲的挺完整 但其他片子我会觉得 你现在每个两个小时 我都觉得 没有什么电影 好像能讲完 对吧 你像咱编副侠 桑小时就不说了 就是说 今年奥斯卡提名 这些片子里面 国王理查德 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相见 然后 塔米菲之眼 应该是两个小时出头 就没有哪个电影 是少于两小时的 所以针对这个事情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 有偏见的看法 完全是我个人偏见 我觉得 我会认为是导演没本事 我会这么认为这件事 就是说 就比如说 如果你能够在一个 两小时以内的篇幅 把这个作品剪辑完成 并达到你想表达的这个东西 如果咱们还涉及表达的话 我当然会为你鼓掌 如果说你没办法 或者说我就得特别长 怎么讲 就比如说 咱拿驾驶我车 这个作品来举例 我个人看完之后 我的感受就是 我之前在结婚节目里 我讲 我说我的好的感受 就是说 它完全重现了 窜村树的小说世界 的那个劲 那个气质是完全对的 我特别满意 我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它可以不拍这么长 因为它想表达的 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不复杂 不难 它不复杂 所以就是它给了 特别多的素材 大量的素材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大量素材 其实有一些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必要 都要展示 比如说 我不是胡说 因为比如说 它之前那片子 比如偶然与想象 那个三段式 那个片子 其实跟这个 也是一个劲头的 然后它讲的那些故事 也可以拍特别长 但是那个作品 并没有拍特别特别长 没有说奔着三角来 但是也讲的挺清楚的 你是有办法 把这个作品 拍成那个样子的 并不是说 我就是一个长篇导演 我的作品都得特别长 我是会这么去理解 这个事情 对 当然它有它自己的 创作的那种想法 它觉得可能不行 一刀都不能剪 我动不了了 我是真不成了 是吧 那也有可能是 这种说 我不知道 对 但是我是感觉 有点过长 这个作品 就有点过长 我从我的角度 虽然我看了一半了 好几次了 就一直看到一半 我是觉得 这片其实 确实挺村上春树的 对 然后 它呈现的也是 就是日本人 就村上春树 这种为代表的日本人 虚导和黏糊的 黏着的感觉 它等于 当然你也可以说 它想把话剧本身 也想装进去 所以它拍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 它这个片 就是像你说的 它其实可以不用拍这么长 但是正因为它拍了这么长 所以它代表了某种类型的 日本人的精神状态 说话 就是前因后果 我得盯过来倒去的 把前因后果说了 然后这个事装不进去 我也得不停的 在看其实很多日本电影的时候 你会预生到那种 包括严谨娟的电影 在情书里面 其实也是 一个就是作为观众视角 其实一眼就能看中的东西 日本的电影人会在里面 用日本人的思维 把它 我要把我掰扯清楚的这件事情 给讲明白 我没有办法越过这件事情 直接谈论结果本身 目离了 对 就会这样 所以我看这个片子 就是驾驶我的车 纯粹是因为别人说 里面有萨博 就觉得那车特别漂亮 而且西岛 它处理它跟车的关系的部分 还不错 很好 包括它的司机 是吧 那三姆透子 就是它整个的表演状态 我都觉得特别好 对 就是它和西岛 其实我觉得 把它们装在车里头 演一个这样的 驾驶我的车的片子 我觉得就够了 那不是偶然小象 里面在汽车里面 大量的对白 全在里边聊 然后你把其他的全 就是一手全弹拿走就完了 你要让我说 我就觉得 里边那种话剧排练的 练剧本 那好几出戏 我是觉得差不多了吧 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了 可以了 咱别再用蹩脚的各种语言 然后在这一直排练排练排练 当然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三股兴起来看这个电影的话 给把它挤死 是怎么赶紧 说那么多人的 还等着出场呢 你这什么时候往里放 就是我觉得 可能很多电影 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像吃一顿饭一样 就是前菜 是总数日贴 对 你可这形容太好了 对吧 跟吃顿饭一样 前菜煮菜什么 都甜品 赶紧按照流水 赶紧按照流程 一个一个来 吃完换 吃完换 但是这个片子 就有种感觉 你在跟一个朋友 在聊下午茶 对 他根本就是一大堆东西 就是可能 这果盘 那水果 那个小糕点 然后各种茶 饮料 什么东西 堆在这了 他就没打算 让你一次性快速吃饱 他就要跟你干磨 你这个角度很好 而且这个朋友 他是一个说话很细致 甚至有点序料的 对 然后冷冰冰 没有表情的 给你讲的一些事情 就说吧 就跟咱们聊播客一样 我就没打算 一次性把一个事给你聊 好像我今天要聊的是奥斯卡颁奖的 谁得奖了 为什么得奖 我们聊的是 咱们什么感觉 你是什么感觉 对吧 就是磨 这个有点像什么 我觉得这种电影人和观众的关系 处理就特别像是我 我请日本人大佬 吃会席料理 然后我有一个心里 特别想实现的东西 就是我有求于他 我想就是把这事跟他聊明白了 然后请他去吃 或者他请我 就在一个会席料理 这个地方去吃 然后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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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 永远上不完 并且他从来不说重点 然后你永远想把这个事跟他提一下 就看怎么能够绕到 你想跟他提的那个上面去 然后这个事就是你心里头 这个心如刀割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个顿饭就俩要吃 后面还有下一个 然后就快到点了 怎么办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 大佬还是在那说 你看我们最近打球 我是觉得 肯定打高尔夫球 对 就切到这个点 什么时候 如果就是东拉西扯 就到不了正事 这个时候 就是观众的感觉 就有点像这种 我知不知道你得掉点了 但是你这事什么时候说 或者是怎么往前走 他还不是说一点不往前走 他还往前走 而你特别想跟着往前走 那趟线走 然后这时候他就回到了 话剧舞台上 那不就变成了 创业者跟理想主义的天使投资人 模样公 我们俩人 挺好玩 但总体而言我 我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我不讨厌他 这不就变成了咱们刚才说的 就是奥斯卡 我们现在觉得奥斯卡 你心目中的电影 或者你最重要的奖项是什么 可能你刚才我这个问题 我没回答 就在意我回答不出来 我可能觉得小的时候 让我觉得最佳音乐 最佳特效都有用 是因为小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看什么片的时候 我看那个DVD上的 印的那个字是 最佳奥斯卡 什么什么 最佳什么 我买CD的时候 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对 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对我来说 好像这些奖项都挺重要 都不太重要 就像三星老师 他就是个推荐 推荐的一个list 对吧 对 我们拿着去看片 对 那换到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这种推荐性质 感觉没了 因为可能这里面 有很多电影 是你看完介绍 甚至看完电影 都觉得 哎呀我还不如不看 那这种片子出现了 哎我还有一个电影 我真的特别想 跟你们俩一起来聊聊 而且我觉得 我跟你们俩聊 你们应该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 就关于 傻丘 零零七 傻丘 零七无瑕父子 我觉得我不是说 看完之后 我看到了大概多一半 我就已经 首先我困了 首先我困了 然后等我看完之后 我心情特别复杂 我一方面特别失望 我另外一方面 我又特别难过 就是我会觉得 我就直说了 我觉得零七这个电影 就不要再拍了 就不要再拍了 为什么我这么讲 是因为我觉得 以我当年的这种 对零七戏的电影的这种喜爱 因为那是我从小 就接触的电影 我的这种喜爱 它里面的那些元素 时至今日已经不对了 比如说一个风流倜傻的男主角 比如说一段邂逅 一段短暂的爱情 然后下一集换一个人 对 然后就是 死了吗 男性当赌角 然后女性当绿叶 就这样 所有的这些元素 其实我觉得是 在零七戏的电影中 很重要的这些元素 包括阿森马丁 对吧 他的车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在时至今日 在当前这个时代 已经是错误的东西 对 已经是错误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 为他唱赞歌或者怎么样 我承认 这东西它的确古早 老派 而且过时 甚至是错误的 我承认这个 所以 那它就不是零七了 就是 你拍出一个 完全不是零七的零七电影 我就会觉得 如果他的寿命 已经到这了 就像他的主演一样 这代主演 也是最后一部了 对 那我觉得 干脆不如 这个电影 就到这就算了 就我真的会有 这样的心情 我就觉得 这是个什么 就是 你如果说 你自己都觉得 这些东西不对 然后要把它回避掉 都把它改掉 那干脆就别拍了 就不要再拍了 我是这样的一个 零零七 我是感觉 你这个心情 其实它是整个 丹尼尔克雷格系列 零零七的一个 一直在找的一个命题 就零零七 到底应该怎么去往下拍 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 你这个话题 在Skyfall里面 其实是有体现的 对 就是他们 所有东西都没的时候 开上一辆老阿森马丁 然后这个时候 M问 我们去哪 就说 To the past Our golden age 就要去过去 我们的黄金年代 就这事 其实已经把这个已经说得很到位 就是Skyfall这个片子 简直就好多人已经没法看了 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甚至包括他那场炸了整个听证会现场 听证会特别厉害 前面坐着一个人代表着英国的一个人 后面四个青的调查员 一个白金色头发的安格勒萨克新人 一个红色头发的高低人 然后一个印度人 印度人 还有一个是什么 反正就是代表着大英的 就是所有的民族聚在一起 曾经的辉煌 对 曾经的辉煌 放到一起来 审判就是我们一个旧日的女皇 是否是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他们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 还真是 你要这么一说 还真的是 他这个命题是整个丹尼尔克雷格系列 一直在想搞明白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这个事搞明白没有呢 我是觉得 就是他跟一个法国女性搞在一起 就是我们回到旧日时光吧 你说说到零星期来 我觉得咱们可以稍微延伸一点 虽然我觉得这片子 你刚才提到天目危机 我特别想聊天目危机这个片 虽然无暇赴死 这个片子 其实我有很多的不满跟非议 但我觉得 从天目危机开始 这个片子的很多调性 就已经被锁定了 首先天目危机应该是第23部 对吧 过去的所有的我们熟悉的零星 都是有帮女郎的 对吧 第23部你们心目中的帮女郎是谁 M跟小姐M 其实就是M M在整个那个故事里面 让我感觉到了 某种奇怪 以前我们觉得M他是个代号 代号的是某一个阶级也好 或者是一个管理层也好 但在天目 Skyfall里面 M就是个mother 就是妈妈一样 那他就等于面临两个儿子 他在开局的时候 就是说你一定要阻止他 就算是把James Bond打死也行 然后James Bond因为艾力枪 就开始隐世 对吧 就有一种好像 我被我妈抛弃了 那种感觉 然后再回来去解决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呢 大家不好说 那个人代表的 过去的零星期是说 能说能代表的是哪一种阶级的 不是吧 在这里面只好变成一个幽灵党 幽灵党是干嘛 那就是反正也不知道他干嘛 反正又是幽灵党 不知道他干嘛 对 到最后呢 也是根据说 我祸害了全世界 我就为了向我母亲复仇 对吧 就这样一种奇奇怪怪的扭曲 造成了整个零星期系列的 新的一种 让大家觉得可能 其实上你说的 可能觉得要不就结束了 算了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在于 当过去我们觉得是 某种维护皇权的一个势力 去做的时候 现在皇权不在 妈妈也没了 那个妈妈也像是一个吉祥物一样 那对于整个零星期 还能留下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个我觉得 他其实你要考虑到 就是Ean Fleming在创作 整个零星期系列的时候 是世界格局的变化 对 那个时候就是英国已经没有 这种能打的军队了 他唯一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仍然能够保持着 就是这种强硬的形态 或者说大家所幻想中的 英国的这种作用的 这样的能力 就是间谍身份 就是我救世界 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拯救世界 但是你看后来到了 皮尔斯布隆斯南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那一幕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当时是他们使用美军的航母 要飞走 然后说你不能承认是从我这飞走的 因为我们美国不卷入世界大战 除非是我们自己挑起的 就这个时候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英国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连间谍这个功能都已经没用了 其实间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或者这回到我们原来爱看007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铁幕之下 冷战之下的阴影 这种愁云惨淡在头顶上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阳光一样的 这种金灿灿的英雄 然后拿着马天尼 然后香车美女 就所有东西都发着光的这样的一个人 不散着一些给人瞬间的短时的这种快乐 说有这样的人就可以去对抗 而且我知道那边也大兵压境 这边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 还有人能去解决这个危机 甚至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07这个符号 就是这个人物符号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它就象征着自由和生活 洒脱嘛 对 因为它里边有去对抗的成分 也有那种享受生活的部分 它在电影里边有大量 对吧 它不是永远在跟人玩命 它玩一段命之后 回来之后 它也开心一段时间 是吧 它也有自己的生活 经常就是什么游游泳 什么开开车 约约会 其实也有这些东西 对 然后再奔赴下一个旅程 对吧 其实007 它的这包括license to kill 就是杀人执照 这个事情 它007是一个特别反体制的存在 就是它不只是反 就是那个时候 是在格局 它在英国体制内 它是代表皇权 反对的是政治体制 对 特别有意思的 其实它是在维护的皇权 对 它维护皇权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在用最后的这种努力 去想维护曾经所谓的英国的monarch 就是皇权的这种感觉 英国的余晖 对 它其实是 然说就是保皇派 对 它保皇派的 它所反对的一切 都是反对的是当下所流行 或者当下所 我们所常见的 它不叫主流 当下所流行 和所常见的一些规章和体制 对 所以真的 我都觉得这部作品 它的名字 可能都已经 no time to die 我觉得真的就是 都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 对 就可能 就没了 就没了 对就没了 但你说说到无暇复死这个片子里 可能就变成了 我原来跟三千老师俩聊了一会儿 你就是我特别不喜欢一类电影 就是这种 我说的是这类电影 就是这类 咱们就说吧 就是商业主流的这种 大成本 大制作的这种片子里面 让男主角 当制片人 这种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男主角自己是制片人的时候 我们能在这个片子中 找到很多种痕迹 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的 会把角色里面的角色 跟自己的演员定位 我说的不是角色定位 是角色定位跟演员定位 混合在一起 甚至打造出一个演员的 一个某种概念的人设 明白 那这个人设出来 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 要么就是演员 从角色里面出不来 要么就是角色 跳脱出了本来的角色 变成了演员 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觉得角色跳脱出来 变成了演员 尤其在最后的结局 很多人会觉得 James Bond 就是他不是 他已经不是了 对 他不是 对 他就是 但是可雷格 你说这个 我的确是同意的 你这么一讲 我的确是感受到了 去年有很多电影 其实我们都能感到类似的 比如说 甚至我觉得像Frey Guy 里面也有很多电影 对 Frey Guy那个也是 能够感觉出来 就是 就有点像当年的 威尔史密斯电影一样 就是拍的全是威尔史密斯 不是电影 对 大家每天都等着 看威尔史密斯 什么时候出来 还有就是Rain Reynolds的 这个片子 咱就直接点名 Rain Reynolds的片子 几乎都这样 都有点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丹尼尔克雷格 在最后这部片子里面 也难以闭幕的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落幕的方式 而这种落幕的方式 他到底是给零星落幕 还是给自己落幕 而且这落幕的方式 已经有点黏糊了 就像周永迟一样 死来死去死不了 这个神父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你不想死也得死 你说了半天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甚至都会觉得 就有点让我想到 咱们开篇聊的话题 时代变了 原来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 你原来你觉得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 他在一瞬间把你击倒 所有东西都不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了 就好像我们这次聊奥斯卡一样 奥斯卡的这些东西 很多的观众来讲 大家都会不满意 尤其是这些年 有的时候你网上的舆情 你看大家谁对说 我这次的奔奖力 我真满意 我觉得哪个都得到 没有这种声音 但更多声音就是说都是我不满意 我觉得这个不行 我觉得那个不行 当然我这也其中一个 有时候我也觉得 这都什么玩意 我不满意 但是回过头来再一想 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给你留下时间 让你不满意 你满意不满意 你们家的那艘小渔船也被拖走了 已经扔到拉衣堆里了 你拿着换来的7000欧元 进入你下一个生活 你就必须要去进入新的生活了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时代变了 还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过去我们在看的时候 比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更像什么 更像是狼群起舞 就是一群狼群 狼群之间在投票 大家其实都是狼 但是现在就是动物园开大会 长景录说我片子能得奖 然后狼说我片子也能得奖 大象说我片子能得奖 然后观众的象群说我们支持大象 狼群说我们支持狼 真的是 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 这个片子比如说我说了那么多 我喜欢Coda的点 但是我真的我的点就在于 这些提名的片子里面 你要让我选 我会觉得Coda这个片子可能更像 奥斯卡这个奖该颁的一个奖 但并不代表我觉得Coda这个片子 好到真的是让我觉得 他就应该是 都不是得奥斯卡 他应该得得世界顶级电影颁奖中的 一个大奖吧 你说这个狼群起舞 我感觉真的给我很大出动 就原来看着奥斯卡的点底上 每一个人 那些演员 汤姆汉克斯 克鲁斯 斯比尔伯格 然后卡梅隆 是吧 然后什么昆廷 什么这那的 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 无论导演演员 所有的这些人 都是那种 真的就是一个 真的像狼群一样 每一个在那都是 对吧 但现在是真是不是这样 说句获希你的话 不就多元化了吗 对 你能想到的最友善的说法 就是他多元化 对 而且在投资情况 在最近这几年 从1819年吧 经济整体能看到 1819年 经济出现下行的状态之下 包括新冠疫情来了以后 其实投资也发生了变化 就过去来说 我们是能看到 大的资金注入在大的制作 大的题材 大的知名的影星 甚至整体一个运营起一个巨大的一个项目 一艘航母向前跑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两年已经没有了 四到五年之内吧 几乎已经见不到这样的片子 大家都在特别集中的 我要在最短平快的方式 有目的性的投资 有目的性的拍摄 有目的性的制作 最终达出的一个效果是 观众看完一个电影的感觉是哪痒 他们在脑哪 他甚至这个电影本身就打出来了 就是专制什么什么 一针就零 老中医 这个那 然后你就去了 你就去看 看完了以后 真结痒 就比如说我们不点名 但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当你看到一部电影之中 你想象之中 这个里面应该是 比如我看的是一个 某个电影的系列 这个电影系列 我看了十几二十年 然后我的梦想 就是能看到这个系列中 所有的过去喜欢的主角跟反派 都出现一遍 有部电影把今天都召唤在了一起 然后我特别希望看到 其中的某一个人 完成他在自己作品之中的一个 未尽之事 就是他的遗憾 这电影中让他完成 我特别希望 我们再能看到经典的台词 再被再一次诉说 经典的一个桥段再次的演绎 好我给你 那么哪痒脑 那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当你全部看完沉浸之后 你再回来想一想 你把鸡肉裹上面 炸满 然后裹满辣椒 让你一口气吃完 你饱了 你站起来走了 然后你跟我说 这顿饭吃得很爽 但是好不好吃呢 那我身上到底还痒 还是不痒呢 又时日今日 对 还有没有痒的地方 就是过去那种 好像大家彼此之间 看破不说破 或者说故事 讲故事的方式 那种点没有了 就是我们过去中 看到一些短片 我们之所以被一些 故事短片所打动 原因在于 可能这些短片 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在运作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之中 自己在思考 但是现在这种 近似于爽闻的方式 让你直接的 点对点的 全全到头 让你看完 就告诉你 你痒不痒 痒了吧 我挠一挠 爽吗 爽不爽 一样大点好不好 给个大嘴巴 就这种电影 我觉得主要还是 我个人也认为的一个原因 就是电影的 它的主流娱乐功能 被消解的差不多了 当然以前会认为 就是你最盛大的事情 就是出去看一场电影 然后这个事 就是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现在你觉得 一个是疫情之下 另一个 就现在这种互联网 这种时代之下 我会认为盛大的 出去看一场电影 这事有点麻烦 看90分钟的电影 有点累 我看两半小时 电影有点费劲 所有的东西 都被更娱乐的 更辩解的东西 消解掉 30秒一个短视频 对 30秒一个短视频 我也可以看两小时 没有问题 我得到的娱乐 比你一个电影 讲一个事可多多了 我哪怕在平台上看 关于讲电影的东西 精华都拿出来 就十几分钟一个 我看两小时 能看好多电影 就是这个 像看世界电影报道一样的 去看电影 现在都是这样 魂球影视了 对 聊得我都 大脑一片空虚了 就是真的 就是聊到现在 聊到现在 甚至我觉得有太多的讯息 就是在咱们的谈话过程中 给我形成了无数多的气泡 然后就让我 去想 那个狼群也不在了 什么007也不在了 然后电影本身也 不再像原来那样 然后它可能 大家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然后电影好像又回归到 电影本身的状态 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它往两个方向发展 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像你说的 就是电影回到电影本身 它开始就是 就回到艺术本身 回到艺术本身 对 我弄了半天 我也干不过平台 或者干不过视频 干不过游戏 那我就认认真真地拍 我想实现的东西 包括你像沙丘这种 我就觉得 就是我拍一个 我想做的东西 然后我在历史上 留下我的名字 用这种形式 留下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 我就拍 就是回归艺术 另一种是什么呢 迪奥说的 就是脑痒痒这事 最后电影 这块电影杆子还在 这个小广告的广告位还在 就无非是在上面 涂什么东西了 通下水道 还是脑痒痒 还是开锁 还是家好友 看视频返钱 就类似这种 它就变成了一个 特别特别的功能性的东西 就有大量的这种 面对新兴的 特定的垂直观影人群的 很具体的电影出现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看的好像不是个电影 你看的是同人 就是非常具体的同人 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吃的就是这口肉 然后你把肉放满 然后拿出来 用电影的形式拍给我 以前这样的东西 可能它也可以拍成电影 但是它得不到 现在这么大的关注度 现在就是垂直类的群体的声音 特别大 因为每个人都会努力的喊 我吃着肉了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咱们想象一下 在数字拍摄风靡之前 其实过去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什么是摄影和摄像的时候 行业那时候很明确的一个标弯了 什么叫摄影师 拍电影的才是摄影师 你用胶片记录影像的 叫摄影师 你用电信号这种去记录的 那叫摄像师 拍什么呢 拍的是电视 但是现在其实都是电信号了 但是行业内的人可能 尤其用中文咱们逻辑去讨论的时候 当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拍电影 不是拍电视的 虽然用的是同样的机器 但不会说我们是摄影师 我们是摄像师 但这仅限于一小部分人还在坚持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你不就是摄影师吗 对 那怎么着都可以 那其实就变成了 还是你把时代会发生的转变 那么我们无外会就是 怎么去调整自己看片子的心态 我们去找自己觉得满意的娱乐方式 是 既不要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 怨天尤人的觉得 哎呀时代变了 我们被抛弃了 对对对 人都得被抛弃 对吧 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看的方式 能坚持看就行了 咱哥几个还能聊一聊 自己喜欢的电影 也就不错了 对 我非常同意 人都是会被抛弃的 就是早早晚晚的事 是吧 行吧 我们今天咱就聊这么多了 再聊下去 把我留颓了 我祝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喜欢吃的那口肉 好不好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今年的奥斯卡 推荐的这些电影 就包括就是我们说最佳电影的提名 我觉得大家其实在时间允许 经历允许的情况下看一看 也能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那一部 对 分享一下 其实挺好的 对吧 聊一聊我自己喜欢 我为什么不喜欢扣的 这就行了 不用说不同意我们的哪些观点 那个不用说 我也不会看 看了我给你删了 好吧 那咱们今天 其实聊到这 其实很多电影我们都没聊 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 我们各自的感受 也是我最喜欢和你们俩 一起来聊天的一个原因 对 OK 那今天我要放首歌 就在这首无瑕赴死当中 结束我们这期节目 好吧 no time to die 祝大家每个人都开心 好了 就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